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晴 夏晴祝大家狗年行大運 今天是初二 老師有什麼樣的妝能夠在回娘家的時候 帶來好人緣以及戀愛運的妝呢 當然有 通常初二是回娘家的大日子 艾菲老師教你怎麼提升好人緣 及戀愛運的開運彩妝喔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先上修飾霜 來修飾皮膚的膚色的部分 粉底呢 我們選擇是粉底液 我們要準備一深一淺 來做修飾臉型以及膚色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美妝工具呢 是矽膠的粉墊 它有兩面 一邊是矽膠 一邊是氣墊粉鋪 這邊把淺色的粉底呢 先上在我們的T字 及眼睛下方的部分 使用矽膠粉鋪呢 其實呢 會比較節省粉底 粉底的部分 我們一樣就是用點壓的方式 然後一樣有瑕疵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在做加強 再來深色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來修飾臉頰的部分 深色呢 我們會打在筛棒子的位置 讓臉型呢 更加立體的部分 蜜粉定妝 使用呢 是我們背面的氣墊粉鋪 來做定妝 其實很多妹妹呢 就不喜歡刷蜜粉 因為刷蜜粉的時候呢 其實很容易用到整個衣服都試 所以我們用氣墊粉 我們使用氣墊粉鋪呢 來做定妝 其實呢 粉也不會說掉了到處都是 一樣我們輕壓幾下 我們一樣是上在T字 比較容易出油的部位 然後其他部位 只要輕輕帶過就可以了 好 我們再把魚粉呢 上在眼角 眼睛的下方 其他部位 記得眼角下方一定要壓到蜜粉的部分 因為眼角的下方呢 其實最容易出油了 再來呢 我們要畫的是眉毛的部分 一樣我們選擇呢 有深 中 淺 三個顏色 我們一樣從眉尾呢 刷出眉型 眉中呢 其實也可以用中間色 再把魚粉呢 往前帶 再來眉頭的部分呢 可以刷上淺色的部分 一樣呢 我們順著帶鼻翼 外側 來做鼻翼 這樣眉型就完成了 我們再刷上呢 藍眉膏 讓我們整個眉色呢 它是均勻的 藍眉膏呢 我們是從眉尾往前順刷 再從眉頭呢 往後 把毛流呢 縮順 看眼影的部分 眼影呢 我們先上的是眼影打底膏 為什麼要上眼影打底膏呢 因為通常呢 我們眼皮的地方呢 都會色澤比較暗沉 這個呢 除了打亮呢 等一下我們再上 眼影的部分的話 也比較不會掉粉的部分 眼影呢 第一個呢 我們先用 這個銀白色呢 在眼 整個眼窩 去做打底的部分 第二個顏色呢 我們用粉膚色 來做眼窩打底的部分 我們先選擇呢 銀白色的這個眼影 帶點珠光 這個眼窩做打底 粉膚色畫在呢 靠近雙眼皮的位置的地方 做漸層 因為剛剛我們有上眼影打底膏 所以呢 眼影粉其實比較不會掉的到處都是 再來下眼影呢 我們是選擇粉膚色這個顏色 一樣畫到眼球中央的位置 然後呢 我們在眼頭的位置呢 一樣刷上這個銀白色的顏色 這個顏色呢 要跟後半段的顏色呢 做暈染 才不會有斷層的部分 我們要來畫眼線的部分 再來眼線呢 我們是選擇咖啡色系的 咖啡色系呢 其實呢 眼神看起來啊 它會比較柔和 我們一樣呢 畫在呢 睫毛根處 選擇適合寬度的 睫毛夾 不要過長 睫毛夾翹之後呢 我們再來刷上呢 睫毛膏的部分 把睫毛呢 刷俏之後呢 我們睫毛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腮紅我們選擇呢 是粉嫩的顏色的腮紅 腮紅的位置呢 我們會畫在呢 眼球下方的位置 所以那可以讓我們整個妝感看起來會更甜美 嘴唇呢 會上保養的精華液 通常呢 女性的嘴唇啊 容易呢 乾脫皮的現象 所以我們先幫嘴唇呢 上上精華液呢 再來上口紅 其實會比較服貼 我們要上上口紅呢 選擇的是唇釉 唇釉的顏色呢 是比較亮的橘色 整個橘色呢 它可以提亮整個的妝感 這樣子呢 我們好人緣呢 戀愛妝已經完成了 大家不妨可以試看看喔